健康城市类任性与创新奖 获奖的有 桃园市政府卫生局 结合食安系统数位资讯化管理 以食材追本溯源为主题 进一步公开查验资讯 供业者与消费者选择合格餐点 食材及来源厂商 使民众对食材来源有机可循 促使食品安全更完善 新竹市消防局 运用最新通讯科技 提升防灾及救灾效能 建构AI之教育训练基地 永续推动防救灾教育 筹划更科技智慧之防灾策略 与各界共同努力守护市民安全 打造韧性安全之健康城市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 以建立安全农产品供应为目标 从源头技术辅导农民到消费者教育 提出四大构面 十项推动策略 解决气候变迁下农业生产面临之困境 云林县政府农业处 提升农业生产力 并抵凭劳动力缺乏 产量不稳缺口 协助农产业顺利接轨国际的减碳趋势 打造友善从农环境 吸引青年返乡投入续情产业 让各界看见云林农业发展的活力 与多样性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透过系统智能化 iCare串联公司部门 邻里社区资源 环环相扣 以强热创新防毒网 共同守护每位药引个案的健康 降低药引再犯 展现iCan封硕成果 实践智慧安防 打造SDGs健康城市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 从关怀独居长辈的过程中 逐年盘点需求 并依需求规划相对应服务方案 使独居长者不孤独 逐步建构屏东独老安全网 并透过在地资源整合 创造高零友善环境 提升志工服务之能 鼓励长者健康动 乐灵学 台东县政府文化处 透过艺术的力量 展现了该地区 自然与文化的独特性 促进了社群互动 并增加了艺文的无形价值 从而加深了外界 对南回地区的认识与想象